城之内居然被封印了 拖着残去 盖上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大五 这是最后一回合了 快乐女郎发动攻击 城之内发动恶魔的骰子 欧皇属性不在 火焰剑势被搞掉 而就在大五下令攻击时 他却陷入了渺茫 回忆与城之内的点点滴滴 这是真打牌打出幻觉 而现在的城之内已经坚持不住 大五立刻冲了上去 而奥利哈刚不讲武德 打牌还没结束就开始收缩 城之内要靠自己的牺牲 来唤醒陷入邪恶的大五 在最后时刻 城之内一把推开大五 同时除去了奥利哈刚的碎片 这时王样也感受到了 提马欧斯发出悲鸣 社长这边也是一样 克里提乌斯发出怒吼 看着被夺去灵魂的城之内 大五终于找回自我 但打败了城之内的他 感觉自己已经无敌 骑上自己的摩托 他居然要去找达子打牌 电梯来到了顶楼 一个身影前来阻击 与此同时游戏也找到了城之内 不过灵魂已经不在 王样化悲痛为力量 独自前往多玛祖部 刚来到电梯门口 大五就迎面而来 看来是打牌输了 而王样这时也坐上了电梯 他猜到了是谁干的 趁现在调整牌组 多印几张卡 当他来到楼顶时 没错 就是这个男人 曾经击败过王样的拉斐尔 将海尔莫斯扔给了王样 果然当时阻击大五的就是他 一声怒吼之后 大五也输掉决斗 王样想嘴炮动摇拉斐尔 但这位是传销头子的忠实粉丝 属于雷打不动的类型 所以还是得靠打牌 当年拉斐尔能赢绝非运气 这要求赛前洗牌的操作 纯纯的细节狂魔 不过口狐王已经不在迷茫 拉斐尔还能再赢一次吗